好 瑞穗 青年寺每年5月份 庆祝佛祖圣诞千秋系列活动 今年受到地震的影响 规模虽然变小了 但是仍吸引了旅外青年 信众返乡来参加 那么14号镇头绕境祈福呢 除了备受大众喜爱的 男女子传统神教班 今年也首度了邀请 台东森巴谷队来为佛祖庆生祝旦 镇头绕境车队所到之处呢 热闹无比 去年疫情过后 重磅回归的青年寺佛旦节系列活动 这一次在0403大地震过后登场 各地公庙镇头 一格花车的绕境 前车队绵延 鞭炮声裸鼓声响趁云霄 好不忍哦 受到地震影响 今年规模虽然缩小 但向情信众踊跃参加 尤其备受大众喜爱的男女子众传统神教班 扛着沉重神教 徒步绕境 起安与祝福令人感动 几个点这样子 十几二十个点吧 那都是进行什么样的一个祈福的仪式吗 对啊 就是要祈福这个乡民啊 然后要就是照顾大家 回乡的一些 一些一些朋友 一些学弟学长 然后回来帮忙大家 事实上不少从小 韩佛祖阿奏到大的年轻信众 以及旅外青年也主动返乡 投入佛旦节庆祝活动的工作 传承发扬 民间传统信仰祭 也沉浸在宗教文化氛围里 此外今年也和玉璃镇 玉贤会神教班镇头 串联绕境之外 也首度邀请台东森巴谷队来助阵 庆祝佛祖圣诞 也为地方祈求和敬平安 我们这次因为佛祖诞辰 然后我们这次因为佛祖诞辰 东东森巴谷 然后一起来了让这边的乡亲看一下不一样的镇头 然后我们还拼请了高雄来的东港吹 就是比较别 以前比较没有看过的镇头 所以我们让这边的乡亲可以认识更多外地的镇头 一些镇头文化这样子 结束白天的宫庙镇头绕进墙活动后 晚间则将进行传统祝寿大典 以及明天早上在青年寺广场进行的专教底 走过七彩桥等传统礼书祭仪 瑞瑞青年寺管委会也热情邀约信众 共襄圣举 祈求佛祖庇佑 消灾解恶 请景四方为强政冲击浮动不安的心 带来一股安定的力量 记者是玉兰 瑞瑞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